好友雕雄 在高寒林木中生活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稀有动物 雕雄 雕雄也叫狼欢 它长约一米多 头部很像狼 但强壮的身躯又绝非狼可比 它性情温和 而且极其聪明 但是亲眼目睹过它的人 那是少之又少 黄大叔 听说你曾经见过雕雄 这是真的吗 是啊 那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 它身材像熊 但又长了一条紫雕一样的大尾巴 大叔 猎人中间流传了很多 关于雕雄的神奇传说 但是却很少有人见过它们 我们在动物园里 也没见过这种动物 很多人说 雕雄只存在于传说中 当然了 雕雄非常聪明 而且很通人性 如果没有取得它的信任 一般的人可是很难接近到它呢 关于雕雄的介绍 我也听说了不少 大叔 不过我听到最多的还是你和雕雄的故事 大家都说你曾经见过雕雄 而且还和它成为了朋友 这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没错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年的冬天 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才停 好大的一场雪呀 这场雪 竟然下了那么久 也不知道 森林里的那些动物 怎么熬过这些天的 是啊 森林里的那些动物 可不会像我们一样 会提前准备好充足的食物 对了 屋子里的食物都吃完了 我们去后面取点食物吧 老李和老黄一边说着 一边朝屋后面走去 在屋后的栅栏上 挂着一块块冰冻的食物 老黄一眼看到 其中悬挂食物的地方少了一块 哎呀 挂在这里的食物 跑到哪里去了 这是什么动物的脚印 看起来像是熊 但和熊的脚印又有一些区别 哎呀 这不会是传说中 雕熊的脚印吧 看来这只雕熊 真是饿坏了 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偷吃食物 我们得赶快把这里的食物 给收起来了 要不然那家伙 如果吃上瘾了 便会隔三差五的来偷吃的 吃就吃吧 他也是没有办法 下这么大的雪 他找不到东西会饿死的 随便你 不过我们储备的食物也不多了 趁着雪停了 我得去镇上采购一些食物啊 老黄 你自己留在这里 可要小心一点哦 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这些食物 足够我吃上一段时间了 倒是你路上要小心的 好的 我会小心的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镇上买食物了 从那天起 我们放置在屋外的食物 隔三差五便会丢掉一些 我知道 这一定是雕熊吃的 我期待着能够亲眼看到 这种传说中神奇的动物 哎呀 难道他又来了 老黄兴奋地冲出了屋子 直奔挂食物的栅栏那里而去 他一眼看到了站起来 正准备拿食物的雕熊 天哪 是雕熊 竟然真的有雕熊 喂 你不要跑 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连食物都没来得及取走 哎 都怪我太冒失 把他给吓跑了 他是因为找不到食物 才迫不得已来这里偷东西吃的 如果因为被我发现 而不敢再来的话 他又能去哪里找食物呢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 那只雕熊再也没有来这里偷食物 这让我非常的内疚 也非常担心 于是便带着一些食物走进森林 雕熊啊 来吃吧 以后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 就来这里 我会给你带食物来的 老黄 老黄看了看地上的食物 然后又四下看了看 转身离开 老黄走开没多久 雕熊便出现了 他大口大口地吃起了老黄留下的食物 不远处 老黄躲在一棵树后面 他看到雕熊在吃食物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吃吧 赶快吃吧 以后我还会再来这里 给你送食物的 突然 那头雕熊朝老黄躲藏的那棵大树看去 然后朝那里点头致意 怎么回事 难道他知道我在这里 莫非他看到我了 说着老黄从树后面走了出来 雕熊看着他并没有逃走 依旧朝着他点着头 真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知道我在这里 雕熊 如果你以后饿了的话 就去我住的小屋呢 那里的食物你随便拿 不用客气的 从那以后 这只雕熊真的会跑到我住的这儿 找食物吃 即便我俩碰面后 他也不会走掉 而且我跟他说话 他也会回应 像是在和我对话似的 这么说 雕熊还真的很通人性呢 何止是通人性 他还知道报恩呢 他还知道报恩 冬天终于过去了 这些衣服该收拾起来了 是啊 冬天过去了 那头雕熊 应该也不会再来了 哦 屋外什么声音 怎么了 外面有什么声音 是雕熊 这是他的声音 天气已经慢慢转暖了 雕熊已经能够在森林里找到充足的食物了 他怎么会还跑来呢 这就是雕熊的脚步声 我绝对没有听错 老黄 老黄飞快地跑出了屋子 屋外 那头雕熊 正朝森林深处走去 这时候 老黄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他看到走进森林的雕熊后 非常吃惊 天哪 真的是雕熊啊 他跑来做什么 你看 这些野蘑菇 这都是他带来的 这都是那头雕熊送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竟然知道报恩 这个家伙还挺有良心的 自从我认识了那头雕熊后 便可以赤手空拳地 在山林里走 从来都不担心 会有野兽来攻击我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一进入山林 他便能觉察到我 并保护着我 大叔 你真的认为雕熊会保护你 那当然了 我知道 只要我进入山林 他就会悄悄地跟着我 这个家伙 既聪明又通人性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大叔 我们俩从来没有见过 雕熊长什么样 你能带我们 亲眼目睹一下雕熊吗 是啊大叔 你就带我们 看一眼雕熊吧 好吧 正好这几天 下了一场大雪 我想那个家伙 又很难找到食物了 今天我就带着你们一起 去给他送食物 太棒了 终于能够亲眼看到雕熊了 哈哈 是啊 过去只是从别人嘴里 听说关于雕熊的故事 今天 我们也终于可以近距离 接触到他了 我只是说 带你们去给他送食物 可 并没有保证 你们一定能见到他哦 要知道雕熊可是很激进的 他看到陌生人的话 有可能不会露面 没关系 我们也愿意碰碰运气的 我们和黄大叔在一起 他应该会出现吧 希望这次能够拍到雕熊的照片 就这样 老黄带着这两位年轻人 走进了山林 来到了每次给雕熊 投放食物的地点 就是这里 平时我就是在这里 给他投放食物的 雕熊啊 来吃东西啦 雕熊 雕熊他来了 是雕熊 天啊 我终于亲眼看到他了 雕熊看到了老黄身边的 那两个年轻人愣了一下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去吃地上的食物 大叔 他看起来很警觉啊 是啊 要是按照以前 他早就跑过来大吃起来了 今天他看到了你们 的确是有些警觉 雕熊 没事的 过来吃吧 他真是太漂亮了 接着 小灰对着雕熊 不停地按着快门 雕熊看到此情形后 大惊 迅速地转身 消失在了树林中 哎呀 他怎么跑掉了 你还说呢 还不是你 拿出了相机 将他给吓跑了 我这不是想要给他照几张相片吗 谁知道他那么警觉 算了 我们回去吧 雕熊受到惊吓跑掉后 是不会立刻再回来的 真是太可惜了 大叔 要不我们再等一等 说不定他真的饿坏了 会很快回来吃这些食物的 只要 我们还留在这里 即便他回来了 也是不会出现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头雕熊突然张着大嘴 从树林里飞快地窜了出来 并朝他们三人猛扑了过来 哎呀 雕熊他这是要干什么 他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 雕熊 这是相机 他不会伤害你的 突然 那头雕熊大吼一声 飞快地从他们三人身旁越过 三人吃惊地转身看去 只见在距离他们三人身后不到三十米处 一头瘦骨零巡的豹子 原本正要攻击他们 然而豹子的计划却被雕熊发现了 雕熊快速地朝豹子冲了过去 片刻间他俩便撕打在了一起 他这是怎么发现这头豹子的 是啊 如果雕熊没有扑过来的话 那这头豹子很可能会袭击我们 而我们却丝毫没有察觉 这真是太可怕了 雕熊虽然对你们这两位陌生人非常警惕 但他却并没有跑走离去 而是在树林里暗暗注视着我们 当发现我们遇到危险时 他奋不顾身地跑了出来帮助我们 他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雕熊的力气很大 没几回合便将那头豹子给赶走了 不过他的肩膀也被豹子的利爪抓伤 隐隐地渗出鲜血来 雕熊 好样的 雕熊看着老黄独自朝自己跑来 便没有多善 老黄跑过去后 一把紧紧地抱住了雕熊 雕熊竟然发出一阵阵轻腻的哼叫声 我的朋友 痛吗 雕熊看了看老黄 然后听懂似的摇了摇头 老黄笑了笑 然后拿出一些药物 轻轻地给雕熊敷药 而雕熊则安安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切 小灰看到这一幕后 急忙拿出相机按下快门 雕熊和老黄在一起的画面被定格 雕熊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啊 小灰 小灰 我们必须不要 我们必须是在那里的